加拿大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开发的新冠肺炎疫苗 原本已经到了在加拿大进行试验的阶段 但中国海关一直没放行相关的疫苗样品 和联邦政府合作的是位于中国天津的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康希诺今年5月与加拿大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 其公司的疫苗将在加拿大进行测试 自由党政府曾表示 这项合作可以使加拿大人尽早获得疫苗 但是两个半月已经过去 在加拿大的试验尚未开始 因为还没有收到来自康希诺的疫苗样品 据国家邮报报道 加拿大的相关疫苗研发主管 达尔豪西大学的科学家哈布林周二证实 该候选疫苗的样品已经在中国海关 但一直没获批放行 康希诺已经在中国进行了该疫苗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试验 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上个月表示 他们正在与俄罗斯、巴西、智利和沙特拉伯谈判 进行第三期试验 以确定该疫苗能保护人们免受中共肺炎的感染 政府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 也没有对疫苗滞留中国海关仪式置评 但他们表示 仍在与康希诺合作 今年5月中旬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 与康希诺的合作协议时 说这项合作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根据协议 达尔豪西大学加拿大疫苗学中金 将进行小型的第一期安全性试验 也可能进行第二期和第三期试验 国家研究委员会表示 如果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 就可以在该委员会位于蒙特利尔的工厂生产疫苗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表示 很难知道中方为何拖延放行这些疫苗 他说 这次的拖延发货 可能是因为孟晚舟事件 中方针对加拿大报复行动的一部分 但是他说 延误也可能是因为某种突发的 无法解释的原因造成的 因为中国海关的运作一直都不透明 无论是什么原因 都存在一个问题 为什么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认为 在一个如此敏感的项目上 与中国公司合作是一个好主意 另一名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周二表示 他不知道此疫苗被拖延的原因 但在孟晚舟事件上 此事可能成为中方要挟加拿大的筹码 但是也可能是中方希望确保 任何在中国先开发的疫苗 不能与外国分享 尤其是不能与加拿大分享 为保证加拿大尽早获得疫苗 公共服务与采购部长阿南德周三宣布 联邦政府正在与两家跨国制药公司签署协议 联邦政府已向辉瑞和摩德纳下了订单 在可用的疫苗面试后 购买数以百万计量的疫苗 这两家都是美国的大型制药公司 都有不同的候选疫苗 正处于测试的第三阶段 可用的疫苗有望于今年年底面试 阿南德表示 他很高兴能与辉瑞和摩德纳公司达成协议 只要他们在2021年能获得成功 加拿大人到时就可以使用这些疫苗 联邦自由党政府之前因为没有向国际大型制药公司预定疫苗 而是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而广受批评 不过 他没说具体预定了多少剂量 没说价格 也没说2021年何时能交货 阿南德说 现在不能说这些细节 因为还在和其他的雇用商谈判 政府最终会公布相关的细节 政府正在与多家国际和国内公司协商 以保证潜在疫苗的供应来源和获得更多剂量的订单 请建订阅理ろ让 whole field 每个部位都有数据 公司协商局从未经载指正在疫苗广受 생 torto price 至年各有这样的ses数据 从未经载到给予了 刻在世界超下缘的底盘